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足球是我的宗教信仰 哈哈哈哈 因为他带着我走很多东西 很多思想 很多对人对事的态度 见识过你玩钢琴 我非常有魅力的真心话那句 老师在我心目中简直是一个白科传书 那么多个作品之中 你整天口中提到 这里可以加些什么元素 加些什么创新的意念 在你的眼中 创意是一种什么概念 有什么元素 在你心目中是属于创新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创新这个词很广泛的 很广义 特别是说到今天的粤剧 其实在几十年前 我们的前辈已经做了很多创新 关键我觉得现在不是在科技上 是如何令到粤剧 去创新 这个不是一个重点 关键是在一个意识形态上 对剧本生命的喘息 对人 对剧情 对人物 现在用现代人的文化情感 那个角度去看这件事的时候 因为一个好的作品 是能够带动到观众的共鸣 为什么现在粤剧 就会慢慢慢慢有点光河日落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 都是在描述以前的事 其实不要紧 以前的事都可以贯注他新的生命 就是等于一个电影 你都是在说以前的事 但是你用现代人的想法 是给他一个新的服装 这样看下去就会不同了 因为我们粤剧最重要是借古预金 用以前的人和事 但是你一成不变 只是去讲以前的价值观念 其实不要紧 你当是一个传统戏去做 也有传统戏的微度 但是如果你想搞一个新的剧本 那你是不是要可以改一下它呢 即是现代人觉得慢 或者觉得很老头 这个想法 不需要再有就不要有 反正它是一个新的剧目 这个很重要 另外我觉得一个好的剧本 最重要是好听 如果音乐唱刊上不好听 就已经是废了武功了 所以这两样很重要 反而科技我觉得这些东西 因为粤剧是用我们虚拟的 看人的表演方式 我们搞很多科技下去 是不是自己破坏了自己的表演方式呢 这个我不敢说 但是很多其他的东西 是可以例如化妆 上面是令到它漂亮很多的 或者是灯光上面 但是不可以抹杀了我们 就是戏曲表演那种 传统的情色虚拟 如果你凌鸡于它的上面呢 你多好的科技都是假的 就是等于我们在框架里面生活 但是你打破了我们的框架 那我们怎么生存呢 就是一个问题了 所以每一次跟红老师聊天 都会带着一些财富到袋里面 就是一个话题之中 你必然有些啟发性 还有一些丰富的资料 可以带给大家 现在的路途 就是艺术的路途上面 红老师身体力行在推动 其实也不是的 我也是其中一个摸索者 戏曲舞台生活 就是艺术 我想差不多佔了你生命的 不是全部都是很大的部分 除了粤剧艺术之外 你也做了很多新的尝试 包括跟很多不同的团体 就是去合作 香港舞蹈团 香港话剧团 香港中乐团等等 那些是带给你什么的经验呢 其实我觉得艺术是共通的 如果作为一个粤剧人 其实要多一些 丝练不同的艺术范畴 对自己的行业 其实也有一个增补 我觉得 譬如是 最近我们搞过一个 跟香港舞蹈团 搞了一个叫做 《紫玉承烟》 一个演员的身份 但在里面主要是粤剧的模式 但是融入了很多舞蹈 中国舞 是将一个紫差记的故事 是用另一个角度做出来 用不同的节奏做出来 不同的表演形式做出来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事 我觉得艺术没有单一的形式 如如园剧那样 本身是由什么 武术 杂技 歌舞 全部融合回来的 后来走了几百年 过千年 就将他的节奏融在一起 其实应该要不断的时间 不断地挖掘不同的新东西 补充 大家互相补充 互相借鉴 你跟别人不同的艺术范畴 的团体合作 其实你每一次都有自己的收获 你看到的东西 别人对戏的重视 或者别人对那样东西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也都在你的心里面就会产生一些涟漪 你会突然想到你会不会借鉴一下 嗯 我在这里做一个见证 就是你曾经说过 我上一次做《紫玉成烟》 这个剧的途中 就有一个舞蹈员 有一些动作 我现在拿了下来 当时你就是在学院里面排起 你就说我参考了动作放下去 其实你足以见证了 其实是共用的 互通的 互相参考 互相取其详 但是也要老师 你是一个有这样的灵性的人 也是善于思考的人 才有这样的能力 把它串通在一起 我觉得最重要是给自己一些空间 不要把自己搞得只是独背一尾 或者自己只是在这个圈里面 自嗨起那里 那么你就会少了很多的机会 就是看外面的世界的机会 这个世界真的很大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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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那里自我享受 老师你是不是自小都那么喜欢思考的呢 其实都不是的 个个都有一个惰性的 我说过秘密给大家听 但人们常常说他 口中常有些黑色的幽闻 那就是呢 他会跟他说一些东西 好像是说你啊 好像是取笑你啊 但是你又生不下的 原来想想想 咦 原来后面有一些人生的大道理在那里 为什么老师你这么善于他这些 思考这些这么有趣的问题呢 咦 因为其实呢 我自己一个是 不是很安分守己的人 我很喜欢到处去 我自己有一段时间 我做助教的时候 星期六日放假 我自己晚上就去机场买张票 飞去沈阳 或者飞去南京 自己玩两天就回到香港 那其实呢 我觉得他 譬如自己遇到一个 譬如是明朝的事 那走去南京看看 哎呀 挺好的 自己又喜欢民国史 那就走去沈阳 看看这个大岁府 张作霖 那就看看 其实很开心的 其实 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事情 一些话题 有一些 这些这样的想法 都是在自己的不安分那里培养出来的 那这一样东西 未必是个个可以接受得到 但是我觉得 只要你的视野 不要局限于自己的圈子里面 这个我觉得个个都可以做到的 这一句 身体力行的 真是金句来的 这一句叫不安分 是的 就是你口中的不安分 其实就是说 我们人是要培养出 对任何事物都有个好奇心 对世界一定要有兴趣 有兴趣 是的 要正面去想 哎呀 发挖多一些 他每一样东西 必定有他的学问 是的 必定有他的得意的地方 哪怕年轻人的小玩意 一些现代科技产品 你有钱的情况下 买回来你不懂得玩 不要紧要 自己弄一下 是吧 不知道 你要有兴趣去搞一下他 是的 所以跟老师聊天 就是很多很多的话题 亦都很开心 增长了很多知识 你带着我而已 希望日后的日子 老师培养更多更多年轻的新一代 是的 现在那么多人喜欢学乐剧 是的 老师不如说几句 语众心长的东西 鼓励一下大家好吗 其实不可以说什么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乐剧的其中一个小的引导者 叫做一下 未必的 因为还有很多前辈 有很多东西可以教我们的后辈 我们都不断在学习 你见不懂 我自己只是中间可能是一个承计者 或者承接人 我觉得现在青年一代最重要 无论学什么 特别是学艺术 一定要有一个坚持 还有一个耐心 有一个耐性 这件事很重要的 可能人在学习的过程之中特别是学艺 可能会觉得枯燥 枯燥这件事是长期的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不去扎扎实实地去打下你的基础 你现在这段时期的枯燥就变成没有价值 是不是 我觉得做好一件事 必须要全力以赴 我觉得千万不要 让一样东西都是学一点 让一样东西都试一点 吃饭不要紧 出去街面吃东西不要紧 但是如果你学艺 或者你学任何一样东西 让一样东西都是三分钟热度的 是不会做得好的 这个基础是我深深体会 对于香港的青少年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样东西 坚持 是的 老师的一番金石良言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老师也希望你事事顺利 将这麽优美的传统 继续传承开去推广开去 好 多谢多谢 多谢老师 老师兄 今天再次见到你了 一个很广阔的视野 一个很广阔的胸襟 我知道你今天带上一首歌出来 足以表达你这个情怀 那不如你唱给我们听一下好吗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心不忌恒 为今天欢笑唱首歌 任空琴吸收新的快乐 在晚风中创开心疏 谁愿既创双 匆匆往事 谁人是对 是错 从没有解释 为了什么 在晚风中创开心疏 一笑汉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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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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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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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高興在這裏 在這個有品味這個環節 跟大家聊聊天 也多謝美豐妹妹給我一個機會 和各位讀者見面 其實我在學校工作很少 也不是太多出去演出 偶然間會見到各位觀眾 也多謝有品味給我一個時間 去思考我過往的人生 和總結一下我最近做的事 也多謝有品味給我一個時間 我見到我的兒子 今天可以和他一起出來做節目 可以有一點親子的時間 這個也很重要 有時通過一個節目 好像放電影一樣 想起自己之前 或者自己的人生之前做過的事 或者總結一下那個得失 其實也很重要的 可能通過這個機會 就會自己可以衡量一下 前半世人做過的事 究竟有沒有一個成效 對於自己來說 是否有一個作用 亦都可以提醒我 以後要怎樣展望 以後會怎樣做 我覺得這個節目是很好的 亦都可以看回之前的幾個片段 亦都可以聽一下別人 在工作上 在人生上 他們的哲理是什麽 亦都可以學習一下別人 借交一下別人 我很希望美蜂繼續搞好這個節目 令到我們的讀者 會更加多 是可以接近我們這些 叫做從藝的藝術工作者 他們的心聲 多謝 我常常想說老師有黑色幽默 但我想起例子 我不敢說 我可不可以拉 你不知道我們在學校 剛才和老師聊天都笑爆嘴 他突然會彈出一句話 你是會會心微笑的 但你又覺得很有哲理在裏面 誰人記錯書 出錯過空時 誰人是多 亦是錯 誰本來 D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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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D